目前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 韩国人气女子团体少女时代 在小巨蛋结束两天的巡回演唱会之后呢 今天下午就要离台了 我们看到呢 返台前呢 这个返回韩国之前呢 那么现场还是吸引了大批歌迷到机场送机 我们请高佩荣告诉我们目前最新的消息 好的 主播各位观众 韩国人气女子团体少女时代一抵达桃园机场 前脚才刚下了保姆车 在机场酒后歌手歌迷 一看到自己的偶像出现立刻失控尖叫 那和来台的那天相比呢 迎接的粉丝一样是非常的多 我们先来看看稍早之前的画面 好的 那在结束两天 小巨蛋的巡回演唱会后 少女实在在今天下午准备离开台湾 那可以看出她们的心情似乎没有受到 对嘴事件的影响 一样是热情的跟粉丝打招呼 那歌迷手上的高举力牌 也用相机拼命的猛拍 因为看到团员们今天卸下了表演的装扮 一身休闲一样露出眉腿 现场也谋杀了不少的底片 就怕错过和偶像的近距离接触 但是现场为您掌握到的最新情形 先将镜头交还给彭丽主播 好 我们看到来台湾 短短的三天两夜 这超人气的少女时代 在今天要离开台湾了 粉丝疯狂的送鸡呢 送到机场还是吸引了大批的人潮